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据彭博社报导 川普政府下周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 征收10%的关税 将于9月24日生效 但这远远低于之前宣布的25% 根据今年7月公布的清单 这2000亿中国商品 主要包括网络技术产品 电子产品 印刷电路板 轮胎 化工制品 塑胶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等等 不过目前暂时不清楚 在经历了公众咨询后 这份清单中是否有商品获得豁免 分析人士指出 将税率下调到10% 或许是公众意见咨询的结果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 新增关税的公众咨询 在2018年9月6日5月12点结束 在公众意见咨询期间 贸易代表办公室 收到了将近6000条评论 其中包括许多来自商界表达的忧虑 彭博社稍早前报导 尽管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试图就解决贸易战而重启与中国的磋商 但是川普仍旧一意孤行 川普曾在推特上说 他没有感到要与北京达成协议的压力 他说他们有压力要跟我们达成协议 我们的市场在猛涨 他们的在崩溃 我们很快就要收到几十亿美元的关税 并在国内制造产品 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文章却指出 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将更具攻击性 中国将采取转手为攻的战略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今天表示 只要中国愿意就降低关税和清除非关税贸易障碍 进行认真谈判 美国也随时愿意与中国磋商贸易协定 库德洛是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谈话 他表示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错误的 他说道 我们随时愿意和中国磋商谈判 只要他们愿意进行认真和实质的自由贸易谈判 以降低关税 清除非关税贸易障碍 开放市场 并容许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美国 越来越多商品和服务出口到中国 而中国政府周末也致力于敲定未来几天 派一名高级经济政策官员前往华盛顿的计划 以为副总理刘鹤下周赴美铺平道路 预计刘鹤将与姆努钦会面 并且有可能会与川普会面 不过中国官员表示 如果本周川普宣布新的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计划 上述谈判可能会告吹 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中国高级负责人表示 中国不会在枪顶在太阳穴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无论谈判与否 这次川普将25%的关税降到10% 可谓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原因就在于 今年来贸易战不断升高期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贬值将近10% 对中国出口商而言 对美国出口能拿到多少钱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民币金额 《经济日报》进行了试算 结果显示 加征10%关税之后 如果人民币汇率从4月份的6.27 变为9月17日的6.87 那么美国进口商的总负担 只增加0.005美元 无论是由中国出口商 还是由美国进口商吸收 都不算回事 既不致影响中国出口品的竞争力 也不会使美国进口中国产品的成本提高 更不至于拉高美国的通膨 也不会打击中国的出口及就业 先不论对美中经济关系的伤害 及其他影响 整个贸易战实际上可能只是误会一场 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华尔街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